近日,黑龙江省迎来低温天气,各具特色的美食纷纷亮相街头,其中,位于哈尔滨市到外区中华巴洛克街区的一家奇葩唐葫芦滩,引来了许多来自各地的游客驻足为观。 10月12日,记者来到这家奇葩的唐葫芦滩看到,摊位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唐葫芦,这些采用哈尔滨红肠、卤鸡手、鸡翅肩、苦瓜等各种食材制成的暗黑唐葫芦,十分吸人眼球。 可以说是非常有冰层特色。 刚开始做那些普通的唐葫芦,做的时间挺长的,感觉先做一下辣条都喜欢吃,先做个辣条的,第一次先做个辣条的,后来慢慢做一些红肠辣椒之类,比较受人欢迎嘛,就是感觉大家都新奇奇特点,大家一起做起来,不过吃起来味道都还可以,如果不可以的话也就不做了。 唐葫芦滩的老板告诉记者,除在卖的这些暗黑唐葫芦以外,他还曾使用马迪尔滨棍、老顶峰月饼、大脸巴等具有哈尔滨特色的食材做过唐葫芦。 让人意外的是,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黑暗料理不仅没有滞销,还备受各地游客的青睐。 现在这品种不像以前,光是山楂,现在你看草莓,还有红肠,很多都能做出来,还有肉呢,你看看还有鸡爪子,特别美。 我觉得这辣条味道还真挺不错的,然后本来味龙就稍微有一点甜嘛,然后加了点糖,现在更甜了一点,然后挺好吃的。 然后也挺新奇的,同时见这些东西,平时不怎么吃糖果,但看上辣条的还是挺想买一个,尝尝的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